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的婚礼上,滚动的大屏幕突然播放我老公和他前女友的照片。 虽然肆意发现得快,但在场的宾客全都看见了。 我站在台上,看像坐在桌旁的池英。 他穿了一袭白纱裙,像急了新娘。 我气得冲过去,直接甩了他一耳光。 傅云航见状,把我用力一推,小鹰只是不懂事,你有必要大发雷霆。 我差点仰翻在地,难以置信看着傅云航。 池英捂着挨打的脸,双目含泪,云航,祝你幸福。 没有你,我也会努力地活下去。 眼泪划过樱花式的脸庞,池英伤心地跑开。 傅云航下意识就要去追。 傅云航,我喊他,声音已然失了调。 婚礼才刚开始,众目睽睽之下,他要抛下我离开。 傅云航脚步微停,也意识到此时此刻的状况, 但他只是犹豫了一瞬,回头对我说,婚礼推迟半个小时,我马上回来。 我眼睁睁看着他离开,爸妈过来安慰我,让我耐心等待。 但我预感,傅云航半个小时内不可能回来,果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人影。 我成了吃瓜对象。 对不起各位,今天婚礼临时改成生日宴。 今天刚好是我二十五岁生日,欢迎大家吃蛋糕,礼金稍后会还给大家,希望大家吃得愉快。 我尽力保住两家的颜面。 送完宾客后,傅妈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我父母气到不行,我只能反过来安慰他们。 等把他们送到酒店,我整个人精疲力竭,忍不住给傅云航播视频,直到第六遍才被接通。 镜头一晃,池英出现在里面。 云航,你快回去吧,婚礼肯定一团糟,白亚会生气的。 她不会,她会乖乖等我。 池英吃笑,她还真是跪舔你。 我胸口脚痛,再不想听两人说话,连忙挂了视频。 半个小时后,傅云航回播过来,还是语音通话,我没接。 这一晚,我陪父母睡在酒店。 傅云航凌晨过后,给我打了无数通电话,我直接静音。 第二天,我父母望着我一脸愁容。 我努力朝他们笑,爸妈,你们先回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 我妈心疼死我了,你跟她谈了三年,结婚证都拿了。 她语气里都是对傅云航的不满。 我上前搂住她的脖子,妈,婚礼的事我也很抱歉,我会跟傅云航离婚。 我爸妈因为工作原因常居国外,这次是特意回来参加我的婚礼。 结果,却看到他们的女儿成了一个笑话。 他们都是开明的人,见傅云航这么伤我,也都支持我的选择。 但他们怕我伤心想留下陪我,我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了回去。 父母爱我如生命,我没理由把自己的伤口展现给他们,让他们跟着我一起痛。 从机场回到家时,傅云航正在等我。 她头发湿漉漉的,一身西装,看起来刚洗过澡,换了一身衣服。 小雅,这是送你的,她把一盒蓝宝石项链递到我面前。 我沉默地看着她。 之前很多次都是这样,她惹我生气就送珠宝,像极了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甜枣。 以前我喜欢她,愿意被她哄,可从昨晚开始,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傅云航不以为然地笑笑,我们已经是夫妻,我的就是你的,怎么就不能要了?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 她终于败下阵来,对不起老婆,昨晚是我做得不对,持英你也知道的。 我跟她谈了六年,她一时接受不了我结婚,我怕她想不开。 所以呢? 你就弃我于不顾,我质问。 傅云航不耐烦的皱眉,我都跟你解释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颗心,直往冰窟里坠。 我需要一个道歉。 什么? 昨天的大屏幕是持英栋的手脚吧,想故意让我难堪,照片也一定是她提供的,她伤害了我,难道不该向我道歉? 傅云航一脸不爽。 白雅,你别小提大做好吗? 我都说了,持英只是不懂事。 心脏摔落谷底,我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我公司里出了点事,今天没办法陪你去旅游度蜜月,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傅云航理了李西庄,大步出了家门。 我都没来得及跟他提离婚的事。 傅云航是我的学长,三年前的校友交流会上经校领导介绍认识了彼此,他主动追的我。 当时觉得他沉稳体贴,便水到渠成地在一起,后来无意中逛学校里的贴吧,才知道傅云航和持英曾经是学校里轰轰烈烈的一对。 两人从大一就确定男女关系,直至大学毕业又谈了两年,之后听说性格不合,突然分手。 六年确实是不短的时间,可这不能成为傅云航从婚礼上离开的理由。 灰神时,我鬼使神差地拨电话给傅云航的助理,留助理,公司里出了什么事吗? 留助理挺茫然的,没有啊,傅总为了和您出去度蜜月,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嗯,我知道了,辛苦了。 我收拾东西搬回自己家,整理好情绪后回学校做建模,期间关了手机。 晚上下班时,傅云航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见面就满脸不耐,白雅,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抽个时间把离婚证拿了吧。 傅云航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白雅,你一个外地人,还是残障人士? 确定离开我,你会过得更好。 她目光落在我耳后的声音接收器上。 我六岁时,中耳炎发烧导致耳聋,之后一直靠耳窝助听器,才能听到外界声音。 傅云航刚认识我时,就知道我的状况。 之前称赞我勇敢阳光的男人,现在却拿我的短处来戳我。 我失望至极,她却还自信满满,你跟我回去,我就当你闹了一场小脾气。 至于婚礼,我会补伴给你。 施舍的语气,仿佛我卑微地高攀她。 我说的是真的,没跟你闹,我格外真诚。 傅云航不信。 她从上到下扫试着我,你身上的衣服是在超市卖场买的吧。 我们交往三年,我没见你穿过一次大牌的衣服,背得也是翻不包。 就连在我们的婚礼上,你父母的穿着都很普通,你这样的家境,加上你自身的缺陷,跟我离婚不就是闹脾气。 我听着听着,忍不住自嘲地笑起来。 我幼年就随父母搬去加拿大,那边人不在乎大牌,只在意随性舒服,受他们影响。 回到国内我也不讲究,常常超市卖场就能满足我的需求。 至于包包,真心觉得翻不包简洁环保,实用性强。 我没想到傅云航会把我的生活态度上升到家庭环境。 真的想笑,谁说有钱就非要珠光宝气。 明天九点,我去公司等你,一起去民政局。 生活认知层面不相通,我不欲多说,打开门就进了家。 眼看着傅云航要跟进来,我连忙甩上门,门板直接撞上傅云航的鼻子。 傅云航气得在门外大喊,白雅,你别不可理喻,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还跟我闹。 我已在门板上,平静地听着他气急败坏的话。 一个月前,我们俩还为在地图前商量去哪儿度蜜月,结果现在却闹得这么难看。 手机响了一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跳了出来,是迟鹰。 刚通过,他立刻发了个信息过来,你好,我是迟鹰,你认识的。 我还没回复,他接连发了六张照片给我。 前面三张是今天的,傅云航站在厨房主面,后面三张是婚礼当天的,傅云航吸服前面带着礼花,正坐在床边端水给迟鹰喝。 我感觉像看到了驱虫在爬。 忍着恶心回他,没见过破坏人婚姻还这么嚣张的。 迟鹰发了个软蒙的表情包过来,云航并没怪我呀。 他说,你很爱他,舔得厉害,你真这么离不开他。 我回复,我们俩的事跟你无关。 迟鹰又发了个得意的表情包,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过来。 门外果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傅云航压低声音,不知道说了什么,之后便不再敲门。 很快走了,我出去一看究竟,只看到他的车屁股。 一刻钟后,迟鹰发了张照片过来,傅云航从他的车里下来走向他。 我跟他谈了六年,我们有很多美好的甜蜜回忆,你还以为自己能抓住他的心吗? 之后,迟鹰发了一条朋友圈,阔别六年,心动依旧在。 配图是一张蓝宝石项链,正是傅云航之前送我那条,我离开时放在了茶几上,没药。 我突然觉得恶心,连忙把迟鹰和傅云航的微信一起拉黑。 第二天,我到傅云航公司找他。 前台小姐应该听说了婚礼上的事,看我的目光满是同情。 我却风轻云淡,我打电话给傅云航,他不接,又打给刘助理,请他转告傅云航,我在大堂等他。 两个小时后,傅云航才懒懒地下来,一见面,他就满脸不耐,白哑,太座只会搞得自己下不来台。 我不想跟你多说,离婚吧。 周围不少员工走来走去,我这话置地有声,被不少人听见了。 傅云航大概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脸色一沉,行,离就离。 我开车来的,亲自载他去民政局,车内气氛凝滞,自始至终我没多看他一眼。 傅云航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语气软了下来,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不好不好。 他想要抓我的手,被我躲开,他天生长了一双深情的凤眼,这时颇为失落地看着我。 这三年里,我沐浴在这样的目光之下,把他安置尽了我的未来,结果被狠狠伤心,我故意不看他。 等红绿灯时,他手机忽然响起,接通,那边传来迟鹰的声音,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他脸色一紧,下意识看向我,就在这时,后面一辆车突然追尾撞上了我们。 好在动静不大,只是身子晃了一下,后车里下来两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正虎视眈眈地走过来。 傅云航开门下车,我以为他要跟后车交涉,结果他对我说,迟鹰在家滑倒了,我过去看看。 你跟后车交涉一下,然后自己开车回去。 宝贝乖,我是真心爱你,咱别闹了。 嗯。 他想亲我一下,给点安抚,被我沉着连躲开。 他僵了一下,不满地看我一眼,随后焦急地跑向路边正启动要走的公交车。 剩下时节,我心里冷了又冷。 后车见只有我一个女人,狮子大开口,直接让我转五万块钱给他们。 明明是他们撞上来的,结果我的车一点是没有,他们的车前灯却坏了,保险杠也搭拉了下来。 我弃对方的咄咄逼人和蛮不讲理,说要报警处理。 结果,一个光头男人突然从车座位下拿出一个大扳手,出其不意地往我身上砸。 我急快地往后躲,结果被车上下来的另一个壮汉狠狠推倒。 啊,我猝不及防摔倒在地,肚子里传出一阵脚痛,一股热流顺着裤腿往下流。 同时,班寿也砸在了我的后背上。 剧烈的顿痛和腹部的脚痛混到一起,意识都模糊起来。 赵世芳本想讹前,却见我瘫在地上流血,吓得开车跑了。 路过的热心司机打电话叫了120,又报了警。 医院里,我被告知先兆流产。 胎儿的情况比较危急,你要是想保住孩子就得立刻住院保胎。 如果不想要,就得手术清干净,保证你身体尽快恢复。 麻烦医生帮我安排手术。 我住院的第四天,巧遇留助理。 她母亲长了子宫肌瘤,说要手术。 当天晚上,傅云航风尘仆仆地赶来找我。 不止她,池英也一起来了。 阿雅,她满脸愧疚地来到我的床边。 对不起,要不是我离开,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没了。 我冷冷一笑,放心,即便没有这次意外,我也会打掉孩子。 傅云航脸色一变。 池英看不下去的帮腔,白哑,没有助听器,你就是个哑巴。 一个残疾人遇上云航这么优秀的男人,你还蹬鼻子上脸。 我哼笑。 挑眉看着池英,我跟傅云航离婚你才能上位,现在又来装绿茶。 池英脸色一白,不说话了。 傅云航整理好表情。 阿雅,我是带池英来向你道歉的。 她眼神是一池英。 池英扁了扁嘴,不情不愿地开口,对不起,我不该毁了你们的婚礼,这件事完全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俩作戏。 今天遇到留助理妈妈时,特意上前聊了聊,得知这几天傅云航带池英出差了。 听说傅云航让池英做了她的首席秘书。 傅云航,我只想跟你体面地离婚,你好歹是公司总裁,我要是找记者让他们说些不该说的,恐怕会影响你的企业家形象。 傅云航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说,眉眼间浮起一丝轻蔑,离就离,只是事后别后悔,再来求我。 我淡淡一笑,我绝不后悔。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约傅云航到民政局。 办好手续出来时,整个人都轻松不少。 池英从车里下来迎接刚离婚的傅云航,看得出来她满面春风。 分别时,傅云航转向我,我看你离开我怎么过。 身体恢复后,我就投入了工作。 我领导设计的大坝数学建模工作逐渐步入尾声,政府正在招标。 这段时间,不少招标公司约我见面,想要获得大坝建造数据。 白老师。 傅阳公司约您见面,您看什么时间方便。 傅阳公司是傅云航创立的。 没想到,他们也参与这次的招标。 为了节省双方时间,通知所有参与招标的公司统一见面,之后不再接受私下约见。 助理杨兴一言去办。 见面会在学校办公楼的会议室举行。 我到时,参与招标的公司负责人都到齐了。 这次大坝规模不小,政府预估造价在45亿左右。 像这种为民服务的大工程,承接公司不仅能获得丰厚利润,还能获得美名。 所以来的都是公司高层。 白雅,池英和傅云航并肩坐在前排,见我出现在会议上,脸上露出鄙夷之色。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傅云航以为我是来捣乱的,起身来到我面前警告。 白雅,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不要坏我的事。 我失效,傅总,两个月不见,你还这么自负。 傅云航警惕地盯着我。 杨兴走过来,傅总,请先落座,白老师会统一讲解,不接受私下约见。 傅云航不解。 杨兴向大家介绍我。 大家好,这位是我博士导师白雅。 他是这次大坝工程数学建模的总工程师,相关数据他会跟大家公布。 傅云航和池英瞬间变了脸色。 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我走到讲台前,调出数据开始讲解。 等到会议结束,傅云航冲到我面前。 你是建模总工程师,你才多大。 我平静反问,傅总难道不知道有天才这一说。 我爸爸是数学界的泰山北斗,我妈妈在建筑界也名声斐然。 我从小受他们熏陶,自幼痴爱数学。 一路跳级读到博士,在加拿大毕业后,接受父母建议回祖国高校,任职博士生导师,同时接一些数学建模工作。 可能是我一直以来最新数学,让傅云航成了我的初恋。 毫无恋爱经验的我,丝毫没察觉到恋爱中傅云航对我的各种忽视。 比如,他从不过问我的家事,从不关心我的工作,也不带我涉足他的社交圈。 如今想来,甜蜜背后其实是冷漠。 好在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我转身离开。 后面传来迟鹰的质疑,他肯定是装的,他不是才二十五岁吗? 比我们小好几岁,糊弄谁呢? 小领导为了庆祝我工作顺利完成,晚上特意聚餐。 巧的是,居然遇到了傅云航。 他西装革履,正送一群精英人士离开, 看到学校领导,来我们这桌打招呼,见到我脸上闪过意外。 之前介绍,我跟傅云航认识的学校领导刚好也在。 见傅云航在桌边坐下就唠叨了起来。 云航,我知道白亚优秀才将他介绍给你。 你们谈了三年,终于修成正果,我还挺高兴。 没想到婚礼上你居然犯起了糊涂。 你知道他其实是我们学校高薪聘请来的博士讲师吗? 傅云航神情僵宁,他年纪小,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交换生。 校领导皱眉,谁说他是交换生的? 他可是数学系的建模高手,领导开发了好几个项目,光是专利,就够他吃几辈子了。 人家父母还都是知名教授。 傅云航满脸错愕。 我自嘲得低头,傅云航认为我有缺陷,学业上一定非常平庸, 加上我穿着用度都非常接近国内大妈,便以为我是家境不好的交换生。 高老师,我跟傅总已经没关系了,以前的事就别提了。 聚会结束时,傅云航特意要送我回家。 我礼貌拒绝,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去。 到家却发现傅云航比我先到,正站在家门口等我。 老婆,她见面就跟我打招呼,仿佛忘了我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我平静地看着她,机翘地弯了弯唇,傅总,我们已经离婚了。 傅云航上前想拉我的手,我躲新官式的避开。 她的手将在半空,老婆,我后悔了,这两个月我根本忘不掉你,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只觉得好笑,我们离婚时,她说我会后悔,可现在后悔的人似乎是她。 至于是真心,还是另有所图,我已经分不清了。 也懒得分清。 抱歉,我没有吃回头草的想法。 我明确拒绝。 之后一连好多天,傅云航总时不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当我在实验室做实验时,她会带一束花在外面等我。 当我在教室上课时,她会像个乖学生一样坐在下面望着我发呆。 甚至早上还会带着早餐出现在我家门口。 对于这样的骚扰,我烦不胜烦。 当傅云航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把话挑明,招标的是我不会从中作梗,全凭傅阳公司实力。 傅云航神色一致,啊呀,我是真的后悔,与招标无关。 我沉默片刻,在抬头时,眼神平静又决绝,可我已经不爱你了。 傅云航眼神黯淡,当天没再来找我。 可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池英在电话里哭着让我去酒吧接傅云航回家。 我觉得莫名其妙,直接挂了电话。 第二天,池英到学校找我。 白雅,你知道云航为了这个工程付出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夜吗? 你忍心让他的所有付出付诸东流。 你找错人了,我只负责建模,招标的事不归我管。 池英咄咄逼人,我们已经了解了你的身份,以你的能量, 让傅阳中标就是你一句话的事。 你那么爱傅云航,现在却连一点小事也不想帮他。 我笑了,时过境迁。 池小姐觉得傅云航都这么对我了,我还会爱他。 池英呼吸一致。 云航好歹喜欢过你,冲着你们过去的情分,你就不能帮帮他吗? 爱莫能助,刚好到我上课时间,我转身就走。 池英苟急跳墙,白雅,你不帮忙,我会让你后悔的。 我脚步一顿,回头看着池英,她漂亮的脸上满是怨愤。 我弯纯,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好过,那我就掀下手为强。 我进教室前,把池英发我的那些茶言茶语发到网上,还附上她和傅云航的合照。 我速度够快,所以让池英散步的谣言不攻自破,还让她和傅云航出了丑。 出了这样的事,傅阳参与招标的资格大概率保不住了。 转眼,学校要举行校庆。 我应阳星要求,特意到商场买些好看的衣服。 校庆这天,我穿了一件正式的白色晚礼服,和校友们一起畅饮热聊。 一道身影走近我,傅云航目光幽深地落在我身边,啊呀,你好美。 我挑了挑眉,谢谢夸奖。 我其实知道自己长得不差,只是心思不在打扮上,也从不化妆。 傅云航眉眼深了些,谣言的事是池英单方面发布的,我事先并不知道。 我无所谓的耸奸,没事,反正我也打了你们的脸。 池英在学校论坛发帖,说我功成名就后抛弃,谈了三年的未婚夫, 还说我三年里一直在利用他,花他的钱,我反手把他毁了我婚礼和傅云航出轨的事抖了出去。 助理杨兴又把我的辉煌事迹贴了出去,证明在我认识傅云航之前就功成名就,并且银行卡里存款过亿,根本无需花对方的钱。 我有图有真相,两人在酒店开房的照片我都有,时间正是我流产住院那三天。 这一波操作,成功让渣男贱女闭了嘴。 傅云航满脸懊悔,阿雅,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我洋装诧异,你不是说跟池英谈了六年,感情深的不能不管她。 傅云航脸上浮出痛苦,我后悔了阿雅,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白雅,过来给你介绍一个学霸,之前介绍我和傅云航认识的校领导突然兴奋地走过来,我趁机跟他走到他所说的学霸面前。 是个年轻的大男孩,眼神深邃有力,明朗的五官却至其未脱。 是你,我惊讶。 白雅,对方激动地大叫。 校领导面面相觑地问我,白同学,你认识丁肖? 我对着丁肖笑。 我们其实十几岁时就认识了,那时候我爸妈觉得加拿大的数学进度慢,寒暑假就把我送回国内上辅导班。 我们是在辅导班认识的,之后又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遇到过。 我后来读博又忙各种项目,就跟他失去了联系。 丁肖见到我,远比我激动得多,上前就用力抱了抱我,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也挺高兴的,毕竟校领导这次没说错,丁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我们这边谈笑风声,一直站在边上的傅云航,却脸色难看,但也没人理他。 自从他和池英的那点迫事被我发到论坛里,他的名誉一落千丈,就连那些之前以他为傲的老师都不承认教过他,校领导也在此之列。 傅云航看起来想加入我们的话题,但我跟丁肖聊的都是数学方面的问题,他差不进化。 没过一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池英来找他,他沉着脸避开了。 活动结束时,丁肖还意犹未尽,把我的微信和手机号要去还不放心,反复追问, 白亚,你这次不会突然跟我失联了吧? 我摇头,我现在就在A大任职,签了合同的,五年之内不会离开。 丁肖激动地又想抱我,我后退一步,他的热情让我有些吃不消。 丁肖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热情,抱歉地朝我笑笑,那我们明天见。 我随后得知丁肖申请来大任教,他成了我的同事。 他甚至租了我对面的房子,跟我做起了邻居。 我不擅长做饭,他又顺理成章地每天帮我做饭,渐渐地。 除了工作时必要地分开,他几乎和我形影不离。 我又不傻,自然感觉到了他的心意。 只是我刚从上一段感情里脱离出来,还不想这么快步入新感情。 幸好丁肖也不点破,只是每日跟我探讨数学问题,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棒。 可傅云航一直阴魂不散,傅阳公司失去了参与大坝招标的资格,这件事对傅云航打击挺大。 听同事说,他在酒吧喝了一个星期的酒,跟池英也分手了。 我是个纯粹的人,既然离婚了,他的事我毫不关心,一心只想做好自己的研究。 可表面平静如水的生活,却暗藏汹涌。 事故发生时,我从电梯里如常地往外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手持长刀猛然朝我砍来,我本能地往后躲。 我在狭窄的电梯里拼命地左右闪躲。 都怪你,都怪你,是你顶替了我的位置。 我认出对方是和我一起被聘请来的国外留学博士,他读的是麻省理工,来一大后也从事数学建模工作。 但校领导说他想象力不行,无法胜任建模工作。 白痴,你去死吧,他再次挥着长刀朝我砍来,这一次,我被砍到了胳膊,顿时鲜血直流。 我呼救,身边却没一个人。 就在他的第三刀朝我头上落下时,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扑过来,把他推到一边。 阿雅,你快走,你走啊。 我有一刹内的呆愣。 行凶者双目星红,疯狂地和傅云航扭打起来。 我看到宝洁阿姨出现在电梯口,立即冲出去拿过他手里的拖把去击打行凶者。 行凶者目自欲裂,吃痛地回头,瞪着一双杀气腾腾的星红双眼,像是要把我吃了。 傅云航死死抱住他,不让他挣脱冲出来伤害我。 呼,可怕的对峙中,长刀没入傅云航腹腔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 几乎是请客间,傅云航嘴角溢出鲜血。 但他仍死死抱着对方,目光却望向我。 他脸上居然带着笑意。 我血液凝固,几乎忘记了危险。 好在学校保安已经冲了过来,制止了行凶者的疯狂。 等待救护车时,我摁着傅云航的伤口。 傅云航,你不要死。 傅云航虚弱地握住我的手,目光紧紧锁着我的眼睛。 啊呀,你能原谅我吗? 我没眼平淡,你只有活着才能得到我的原谅。 傅云航被送进医院急救。 那位留学博士则被警察抓了起来。 丁霄赶到时,我正满身是血的手在手术室外。 你的胳膊。 我瞄了一眼裹着纱布的胳膊,已经消毒缝针了,没事。 丁霄双目关切地盯着我,担忧地盯着亮着灯的手术室。 漫长的五个小时后,医生疲惫地出来。 病人的生存意志还行,只要平安度过二十四小时危险期,就会没事。 我和丁霄都松了一口气。 找好护工后,刚想离开,刘助理和池英赶了过来。 池英一见我,就冲过来想打我耳光,却被丁霄一把扼住手腕阻止。 池英气得大吼大叫,见人,你害得云航还不够惨吗? 他为你九死一生,你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冷冷地看着发疯的池英,示意丁霄跟我一起离开。 丁霄甩开池英,连忙跟上我。 回去的路上,他欲言又止,你是不是想问,傅云航拿命救我,我会不会回头? 丁霄迟疑温吞地点了点头,我坚决地摇头,不会。 我不会迂腐地认为救命之恩,要以身相报。 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会选择让自己隔应的方式。 回到家,丁霄放水给我清洗,我一只胳膊根本无法动弹,几乎全是他在帮我洗。 期间,他的脸一直是红的,他还挺可爱。 二十四小时有点难熬,得到傅云航已经清醒的消息时,丁霄和我一起到医院看他。 他见我和丁霄一起出现,本就苍白的脸色更白了一些。 我走到他床边,低头看着他,傅云航,你快点好起来才能管理好傅阳。 他觉得我是在关心他,眼睛亮了亮。 我接着说,你不要有邪恩图报的想法,这样我只会鄙视你。 一句话,交惜傅云航所有遐想。 这次你救了我,就当弥补你之前带给我的所有伤害,我们之间扯平了。 恨一个人也会精神内耗,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当你站起来走进傅阳时,就是我原谅你的那一刻。 傅云航神色暗淡,他无力地听着,没说话。 我把该说的说清后,就和丁霄一起离开。 半个月后,傅云航出院,我亲自来接他。 他还住在之前准备的婚房里,房里的一切设施一点没变。 我买过的一些手办,还摆在原来的位置。 还有那条蓝宝石项链,居然还摆在茶几上。 见我目光落在项链上,傅云航想起什么,立刻解释, 送给池英的那条项链是纺制品,跟这条不一样。 我心如止水地朝他笑了笑,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傅云航一口气憋在胸口,脸色发白地坐到沙发上。 沙发上还有我买的粉色抱枕,他沉默地拿起放在腿上。 我帮他叫了家政阿姨,你身体还没完全复原,先在家好好休养。 家政阿姨来了后,我就起身离开,傅云航起身喊我, 阿姨,你知道了吧?我淡淡看向他,知道了, 那个留学博士来,大后一直自命不凡。 觉得郁郁不得志,被池英发现后,受他挑唆, 把一切怪在我身上,在唆使和药物的作用下,来杀我。 傅云航面无表情地点头,是,我没想到池英会这么恶毒,对不起。 一阵沉默后,他痛苦地低难,如果不是我藕断丝连给了池英期待, 他也不会那么恨你,你的危险是我带来的。 说着,他居然跪了下来,对不起阿雅。 我朝门外看了看,不知何时,外面下起了小雨, 丁霄撑着一把伞,站在漫天的雨幕里等我。 傅云航,丁霄在等我,我走了,再见。 我没有回头,义无反顾冲进雨幕里。 我刚到家没多久,刘助理就打电话给我,说傅云航不遵医嘱,第一时间去了公司。 我笑笑,他是成年人了,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刘助理挂了电话,不再多说。 丁霄端了一杯姜茶给我,你喝点,防止感冒。 我喝完姜茶,拿出收到的霍奇猜想研讨会邀请函,朝丁霄晃了晃,去吗? 丁霄失笑,刚好我也收到了邀请函,当然一起去。 当傅云航在为他的公司努力时,我和丁霄也在数学的世界里遨游。 两年后,我与大的合约到期,丁霄忐忑地看我, 你愿意为我留下来吗? 我朝他点了点头,愿意。 我和丁霄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经历,一切都平淡若水。 但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我。 曾经的阴霾终于散开,再也没人用我的短处刺痛我。 傅云航翻外,第一眼看到白雅时,感觉他像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眉眼干净,眼神纯真。 谁不愿意与这样清澈的女孩子来一段爱情。 我开始对他展开热烈的追求, 我能感觉得出他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有欢喜都摆在脸上。 他是奔着跟我结婚谈恋爱的, 我和他领证后,不知不觉变得肆无忌惮, 终于在婚礼上做了错误的选择。 我以为纯真心软如他,会默默在家等我回去, 可当我回去,他态度变得不一样了。 我仍然没太放在心上, 我觉得他会乖乖在原地等我, 甚至觉得他提离婚也是在跟我闹。 所以,在我接到池英的电话后, 我扔下他独自面对肇事者。 池英没骗我,他在家洗澡滑倒了, 我到他家时,他还躺在洗澡间不能动, 腿都摔青了。 我把他抱到床上,他居然趁机抱住我。 我理智尚在,一把甩开他。 他委屈地看我, 云航,你已经不爱我了。 我冷笑,当年你跟我分手那一刻, 就不爱了。 池英难过地流眼泪。 我出身不好, 父亲是饭菜的菜农。 妈妈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我现在的所有成就全靠自己咬牙打拼。 在我创业初期, 池英见我摸爬滚打, 浑身没钱, 最穷时只能驻地下市, 吃馒头配榨菜。 这样的日子, 他没过三个月就撑不住跟我提出分手。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他气我而去。 听同学说, 他是被富二代男友抛弃, 才来找我的。 我虚荣心作祟, 一心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仅有失业, 还有爱我的老婆。 我自大地带他出差, 结果他趁我喝醉, 睡到了我的床上。 不该发生的发生了。 我心里惶恐, 突然接到刘助理的电话, 说白雅因为流产在住院, 我这才知道我离开后他当天的遭遇。 我到医院看他, 他脸色很不好。 我带池英跟他道歉, 但似乎适得其反。 我能感觉到白雅在离我而去。 离婚后, 校领导跟我说他的优秀, 我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浅薄和自负。 他是有龙的缺陷, 但从来不自卑, 他活得发光发热, 而我卑鄙地用着一点 妄图来削弱他的自信, 好让他离不开我。 事实证明, 我才是小丑。 我拿了一笔钱给池英, 让他不要再纠缠我, 没想到他却不甘心, 把我的不回头怪到白雅身上, 暗中缩使精神状态 已经不稳地留学博士去伤害白雅。 幸好我救了他一命。 他说当我恢复健康重新踏进复养时, 就是原谅我的那一刻。 出院那天, 他离开之后,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复养。 白雅, 你原谅我了吗? 池英被判刑时, 我去见了他最后一面, 白雅和丁霄在一起了, 他们很配。 池英愣了一下, 随即疯狂地大笑起来, 真好, 太好了, 我不幸, 你也别想幸福。 我冷冷地看他, 你丧心病狂, 余生就在牢里接受惩罚吧。 池英气得脸色扭曲, 对着我破口大骂。 后来, 我听说白雅生了一个女儿, 长得像丁霄。 我想, 大概又是个学霸吧。